好朋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萨外汇社区的刘老师 那么在我们之前的课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三态系统当中的禅论体系 我们上部课程的前两个章节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录 我们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部分我们讲的同级别分解 第二部分这个走势中完美 在我们第二部分的课程当中 我们是昨天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按照我们当前的这个走势的话呢 我们是今天开始给大家进行我们上部课程的第三部分 也是最后一个章节了 我们顶底分行方面的内容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顶底分行这一章节我们又分为几个小节 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么顶底分行这一章节的话 一共分为顶底分行的形态识别 顶底分行的定义以及顶底分行的内在逻辑三个小节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讲第一个小节也就是顶底分行的形态识别 好那么关于形态识别的话呢 我先从一个最简单的也就是最标准的形态 我做个图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记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根据这个形态 标准的形态去在盘面中去寻找对应的一个K线 好不好 好那么现在的话我们针对这个 我们开始给大家画个图简单画一下 我们先给大家画个顶分行吧 顶分行 那所谓的顶分行 来给大家画一下啊 我们先给大家画个图简单的顶分行 好那么这个顶分行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我们就画好了 就画好了 好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个顶分行的一个标准的形态 好我们再来画一个这个底分行形态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底分行的一个标准的形态 顶底分行的标准现在我们都已经画出来了 好那么在这里的话我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顶底分行我们讲它对应的一个顶一个底 对不对 那么它是在我们禅论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这个希望大家记一下好不好 希望大家记一下 顶底分行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实际的这个石盘的交易当中 应该说是经常要用到的一个这个形态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它的一个形态的一个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 它首先什么 它两边左右两边的K线都是相对实体比较大的K线 对不对 不管是顶分行也好还是底分行也好 它这个什么左右两边的K线都是实体大K线 那么中间的我们看到中间的两个小的K线 我们看到都是什么小的实体K线 看到没有 对不对 它中间的那一根都是小的实体K线 那这个是它这个形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征 好吧 这是它一个基本的一个特征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中间的我们讲 中间的这根小的这个实体K线 它可以什么 它可以是小的实体 也可以是什么 十字星 也可以是十字星 总之我们的要求就是它的实体尽可能的小 实体尽可能的小 十字星的话 那自然是最好了 十字星自然是最好 那么讲到这里的话 可能会有朋友会以为 这两个我们讲的这个顶分形底分形 好像和这个K线理论当中的什么 早晨之星 对吧 黄昏之星 很接近 对不对 看着形态很接近 很像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的话 这个问题的话 是很多朋友 这个学习禅论当中比较容易搞混的一个地方 那么在这里我们简单做一个解释 那么首先如果单纯的从形态上来看 从K线的这个形态上来看的话 那么它和我们K线理论当中的这个早晨之星 或者说黄昏之星 它确实是比较的一致 比较的像 这个是仅从形态来看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定义 从定义以及这个我们讲内在逻辑 当然这两点的话 我们今天暂时不涉及 我们是后面两个这个部分的这个课程 那么从这两个意义角度来讲的话 他们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点 大家可以先记住 先记住 在往后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跟大家解释清楚的 好不好 看着形态很像 但是意义是不一样的 意义是不一样的 虽然都表示一个什么 见顶或见底的形态 对不对 如果我们说如果在一段走势当中出现了黄昏之星 那么就代表着当前这个走势可能要见底 对不对 反之 如果说当前这个走势出现了这个早晨之星 那么我们讲可能要什么 见底 对不对 都是顶底形态 对吧 顶分形 也是一个见顶形态 底分形 也是一个见底形态 形态差不多 但意义是不一样的 好吧 OK 那么这个的话 这个我们讲的标准的形态 大家要记住 这样吧 我给大家写一下吧 顶底 分形 两边 k线 都是 大实体 k线 中间 是 小实体 k线 十字星 更好 好吧 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个顶底分形形态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然后注意点就是 顶底分形和k线理论中的早晨之星 黄昏之星 黄昏之星 形态上比较接近 但两者意义不同 意义不同 这个是我们本次的教学内容当中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好吧 大家要记住 大家要记住 至于后面这个点的话 我们后面的课程会给大家讲到 好吧 好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我们就根据这两种基本的特征的形态 那么我们去什么 去寻找这个顶底分形 好吧 去寻找这个顶底分形 好 那么好 我们就随机选择一个盘面 那么就看这个吧 就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盘面吧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纽元对美元 纽美的15分钟图 好吧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盘面上寻找一下这个顶底分形 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看看 在这个盘面当中的话 有没有这个顶底分形 我已经找到一个了 我已经找到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圈出来 我在这里 好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有一个顶底分形 当然我们讲它并不标准 对不对 并不标准 但是我们按照形态特征来看 对吧 两边大实体K线 对吧 中间是小实体K线 虽然我们讲右边的这根阳线 相比左边的阴线 怎么样 这个要差很多 但是相比中间的那一根K线的话 我们讲它也属于大实体K线 对不对 这个并不是十分标准 但形态上来看 它也是 它也是 好 这是我们找到第一个 我们再往我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 我们可以切换一下其他品种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 看看我们欧元 欧元我们看一下一小时级别 好 那么欧元的话 一小时级别 我看到了一个比较标准的顶分形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顶分形 来看看一小时级别 看到没有 这两根K线 这三根K线就构成了一个什么顶分形 对不对 它左边两根K线是大实体K线 对吧 中间的话呢 我们讲 它是一个什么 又是一个小实体K线 对不对 小实体K线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顶分形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 好 这个图里面好像暂时没有了 好 那我们再换一个别的品种 看看黄金 黄金一小时级有没有 来 我们看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四小时级别吧 好 四小时级别 我找到了有一个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吧 来 四小时级别的话 我们又找到了一个 比较符合的形态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里是不是一个什么 底分形 对不对 中间小实体K线 两边也是相对较大的 这个什么大实体K线 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讲的这个大小的对比 注意 我们讲的大小的对比 是两边和中间的对比 两边K线的实体 和中间K线的实体对比 好吧 大家这个要注意 我们讲大小对比 它并不和其他的K线对比 就是这三根K线 自己对比 就是两边和中间比 好吧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标准的一个什么 一个底分形 一个底分形 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子吧 我们看看 这个棒美有没有 比较好的这个形态 我们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 四小时级别 这个我们暂时没看到 我们看看一小时级别有没有 一小时级别 应该相对会比较好找一点 找到了 对不对 看到了 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顶分形 来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顶分形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也是两边的K线实体很大 中间的K线实体很小 是不是这样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顶分形 那么刚才的话 我们通过几个品种 按照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形态特征 给大家去寻找这个什么K线 对不对 这个我们顶底分形的这个形态K线 对不对 大家可以怎么样 在我们课后按照我们的形态特征 针对盘面去什么进行一个寻找 巩固一下这个形态 因为这个顶底分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禅论体系 这个交易的一个基石 一个基础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的话 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顶底分形的形态识别 进行这个讲解 那么下一个章节的话 我们将会进行这个顶底分形的一个定义 去跟大家去进行一个讲解 好吧 那么我们本期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朋友们我们下一期课程再会